弱势关怀,不识动物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弱势关怀 弱势愿时 皆得十种无尽障 何等为时 所谓普见祝福无尽障 种词不忘无尽障 绝了祝法无尽障 大被救护无尽障 种种三昧无尽障 满众生心广大福德无尽障 两一切法甚深自会无尽障 报德神通无尽障 诸无量解无尽障 入无边世界无尽障 佛子是为十种无尽障 前者是讲 这些个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 集聚了很多功德 把这功德成为账 账者就是寒藏 寒藏 寒藏一切 普见祝福 佛无穷无尽障 世界无穷无尽障 说明了 前头所有力的恨 发菩提心 行菩提心 发的很多大愿 把它运及了 急了很久了 就称藏 咱们说藏经楼 藏经楼里头都是经书 寒藏的无尽 就这个含义了 那菩萨 宗词不忘 宗呢是宗一些法 一些法含的无量业 词说是受词 绝了诅法 绝了就诅法 就是 所有一些诅法 绝了它的性体 就是换句话说 无所不知 无所不想 这个话有这么一个问题 说在理上 你能够无所不知 无所不良 在世上就不行了 咱们经常讲 以理成事 那么我们现在啊 每一个众上 都记住 全部的理 是法界性 理就是法界性 理虽然 尊 无得了 但是事不成啊 事还许 建除 种词呢 就是种一切法 词呢 因词一切法的 自性体 这个词的含义啊 就归道的意思 一般的嘛 就是归生物节 因词自性 能映出自己的体性 以这个体性的 理的理论 那对一些事物 各有各的含义 这就是种词 每个人好比说 就是二三十岁吧 你也经过十几年 学习了 学习过了 忘了 不能因此 不能因此 因此啊 在这些菩萨满足了 大愿的时候 发了大愿 立生大愿 发布的 行菩萨道 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能够把这个理性的 佛所教授的 那个种词 不忘 不忘 这就是种词会了 绝对一切法 能给他下定义 决定 不思 不悟 大悲救护众生 大悲救护 无尽障 种种三昧 无尽障 满众生 心 广大福德 无尽障 满众生 众生的心 有要求 都能使他满足 使他福德 会德 都能够聚衷 能够延续法 甚深的智慧 这个甚深的智慧 不是一般的智慧 就是一切自自 这是佛的 具如佛的智慧 报德神通无尽障 报德呢 是因为他行菩萨业 是甘德的 报德 咱们没达到文章 每个人都有他报德的 因为没有这个 没开许名字 没开许名字 就是不知道你过去生 所集聚的福德 因为这个福德 感你的神通 神通就是易容 就是越容 在那越容之时候 能够随心所欲 能现神通力 入无间世界无尽障 能够入一切世界 菩萨 世外菩萨 实无尽障 这十种 从哪儿得来的呢 满足以上的 咱们前头所讲的 行和愿 总之说 总之说发了菩提心 开始 一日这个心 行菩萨道 得到这十种无尽障 菩萨 得到这个十种仗义 福 智慧 福德具足了 智慧清醒了 所在众生的事业当中 能够为众生的愿 众生的愿学求的 而能够文法 菩萨呢 能够入基 而能给他说法 以恨愿 极具福德智慧 以这个恨愿 极具福德智慧 能够满足 给众生说法的要求 说法 法 就是方便散巧 法有两种意义 第一种 入礼 显现众生 本来具足的 与佛无二无别的 福德智慧得相 但是他已经迷了 九尘寂与众生道总 而能够 以种种的方法 散巧 舍受他 是能回归 本来本具的 他那个真心 但是 怎么能够 随应而说法呢 这再加一解释 夫子啊 菩萨 云和 与其中生 随其所应 而为所放 随其所应 这个意思就是 中生是有文法的气 是文法的机 能够满足他 但机不同啊 所以佛说八万四千法门 应急而说 不了八万四千 所以在环境讲 无穷无尽的法门 众生无尽 法门无尽 知道他是什么根杰 就给他传授什么法 大家看那寿子啊 一个提勺 叫领寿的寿 奢寿的寿 好像用手递给别人的物件一样的 但是这个是心 不是手 以心 传给他 这叫 指 什么根基 就给他说声法 就是随其所应 而为说法 以下就说了 随其所应 执起所作 执起因缘 执起心形 执起愚样 他所作的业 所作就是过去 现在 所作的业 他以什么因缘 能够现在 能够见着佛 遇着法 能够闻着法 能够得度出家 而归一三宝 直到他心里所想的 所有的欲 所有的望 欲乐 他心里的运动 心形就是心动运动 他在想什么 咱们每个人可以 关照一下自己 关照你现在在想什么 我关照深的 我这个想从哪里生起来的 突然间生起一念 想什么 若以智慧的观察 贵手 觉忘 制造 智慧照料 而生的 咱们叫什么呢 妄想 妄想就是你自己心里到起的 虚妄分别 突然间飞了 心飞了 过去好多年的事 突然间来了 想起来了 人 不在了 事情 许久许久 以前的事情了 那个时间 不是现在了 就是 因缘 心形 欲恙 如果贪欲多的 贪欲多的呢 给他说不尽法 贪恋身体 贪恋自己身体 贪同不同性的身体 这叫说不尽管 观想这身体是虚妄的 夹的 不见了 这咱们前头都讲过了的了 不再重复 臣会 臣是法主现行 会是心里 会弄 记恨 臣是法主现行的 这给他说大词 要词呗 这一何事 这事物的能引受 不发火 遇到一何事 不冒火 也不会 也不会 记恨在心里 有时这两个字啊 连到一起 不连到一起 会啊 就咱们说的 敢怒 而不敢言 地位低下啊 我说 势力不能敌人家 记恨在心里 真就不是了 这法律现行 这说大慈大悲 说慈悲观 愈思 又没有智慧 跟你要多思维 思维观察 那就叫他 勤修观察 多识 除智慧 什么事情啊 什么事情啊 经过三思 跟你莽撞出事不同了 想了又想 想了又想 这个事该怎么做 就多思 说贪 秦慈慈 三个呀 都差不多 三度等者 没有突出的 三个都平等的 这就让他 修智慧 修智慧 说圣字 说乐生死者 贪恋四肩 在这愿 愿意的受苦 愿意的生死流转 给他说三苦 有时候说八苦 很经常说呀 八苦交间 总不防啊 八样苦一起来 这只说三苦 贪恋生死 而不求处理 就在讲生死的苦难 生死本来就苦 无常的 但是 在你快乐时候 不苦了 他说坏呀 任何环境都会坏的 不会长的 这个环境一坏了 苦了 这又坏苦 因为在他正快乐时候 你给他讲苦 那些个年轻的 就到晚上了 他精神来了 到那游艺游艺场所去 玩的快乐 他不知道苦 坏了 坏了这个时间过了 时间没有了 他苦就来了 生苦 坏苦 还有死 死完了快乐境界都没有了 有支撮 房屋 支撮建设 支撮所处的环境 给他说空祭法门 说寂静 说这地方要坏了 空了 就看到那个 这次那个海啸啊 那家人在那个海滩 在那个 那凉亭底下 玩得很快乐 看那海水 突然长出多少站高 哈 大了这庙庙景 都争着往那海边跑看 说一下子大水来了 都卷进去了 跑啊来不及了 喊笑 那喊笑 它很多特种警戒 在海里头 往前流动 是不怎么样 看见 也比平常高那么一两尺吧 哈 但是余教有阻耐他的 一到难一阻耐他 他升高了 好多帐 完了 哗压下来了 什么都没有了 那种力量不可思议的 给他说空祭 说空祭 有惯想空祭 心里懈怠 不求经济 懈怠啊 咱们可以自己 赶脚是咱们自己啊 懈怠 当然总是推我择印 怎么推我 哎呀 别那么紧张了 一天没完 今天晚饭 晚饭 还有明天呢 明天推到后天 了生死 不是一天的事 自己啊 找些个理由 找些理由干什么呢 不经济 懈怠 懈怠人就是散漫 散漫就生懈怠 这是心里的不经济的 怀我慢者 说法平等 总因为自己比别人强 他生骄慢心 对 总看见人呢 服务自己 这种水手哪慢了 还有慢过慢 慢有很多种 大家学法相 就学到了 自己本来不如人家 自力不如人家 或者生的相貌 没人的福报 不如人家 他还自己敢想着自己 比别人强 这叫慢过慢 慢过慢 这给他说 一切法平等啊 或者社会的地位高 或者在创业时间呢 他的福不好啊 做事业呀 能赚了很多钱 他就我慢了 因为自己好像很能干 他不知道过去的因果 给他说法平等 咱们说一个在国家 做总理的 或者做总统的 他因为他一国之人 他因为他比一切人都强 但是这是暂时的了 暂时的了 但是这个 给那个最卑贱的 咱们讨口子的 叫华国 平等平等 这种官 这种官 但是这种官 这种想法 我在美国就遇到 他不是没有本事的 头口 他的思想很怪癖 讲说这种怪癖 不要家庭 不要地位 也不要财富 他要什么呢 要当教华 本来他的大学当教授 文化知识也很高的 是不是很高的 他不愿意干 不干 咱们不看他装那个 说那个货物的 和装书那个纸箱子 他一部小车 出个大纸箱子 他全部财富 在这纸箱子里头 推个车 一年四季都入市 有时候中午吃一顿饭 每个市的市政府 在美国 中午供给一顿灾 就供给一顿饭 这掏口子都是掏口子 吃着一顿饭 吃饱了 他没事了 都推个小吃 有那仓库啊 有那建筑的啊 人行建筑的那外头啊 走上来呢 他晚上 把那纸箱子 拿个塔弄到地上一破 睡觉了 起来早先推个车子 到那市政府门口 等着那顿饭 这是什么十箱呢 所以众生的心啊 无量的 无量的 他 有时跟他谈谈话 他没有任何责任 任何事找不着他 也没人看得起他 他走到哪去 没谁注意他 他推个紫箱子 这种高级知识分子 但是他不偷 不抢 不平白得人家的 你掉下地的东西 不是给他的 他不得捡你的 你给他 他也不会说谢谢你 感激你 没有这个事 愿意给你就给 不愿意给你算了 他对他的六亲眷属 那这朋友 他由于不理 他自己不感觉到 是最慢的人 我讲这个慢 他这并不是卑劣慢 说我不入人 他感觉到我比 任何人都强 但是我什么事都不做 他可不是像某佛教徒 看破了 放下了 那我们那个还要利益众生的 这类人 他不会帮助任何人 做任何事情 他因为有个家庭 都是负担 干什么有子女 培养他去 他不干的 他干的划不来 他也不要子女 不要家庭 你说这是什么思想 那么佛教把他划过去 慢过慢 我说这一等 还有人 残缺 多惨狂的人 他的真实没有 他是残缺 比他地位高的 比他有钱的 有势的 他卑躬曲解 这给大家知道了 一天 那卑躬曲解 不是他的呀 他就来了 他比他高的多 子高气扬 这里人很多啊 社会上 特别到单位 说这是处级干部 他见着那个部长级了 四级干部了 他公布不了 赶紧他下来 对他小子员们呢 那他可骄囊了 这些惨况 菩萨 菩萨所有教授这些众生 众生有多种多样 各个的难遇不疼 贪求不疼 这都是什么呢 心地不真 心地不真 这是虚假的 菩萨这个的说法 说人生要子子 执行是道场 你的品格 你的质量 要直爽 不要上产下交 也不要漆矿 我们这个佛教讲 佛弟子 对极说法 是不是上产下交的 不是的 他子弟 清醒的 社会上的也就是说 见什么人 说什么话 见鬼就说鬼话了 见人就说人话了 佛教对极说法 不是都是献身 是他无量节来的 因为这些个大菩萨 他能治根 治他的因缘 治他的心形 治他的预要 这是对极的 不是上产下交那一种的 我往往的什么过去 习气 习气 每个人生活都有个习气 这个习气 无量节熏习来的 大乘起习论 二种熏习 一个从眼 寻静 把静法变成严法 那就堕落了 一种 以静法 寻严法 渐渐的原法 严法 都变成静法 这是咱们现在所做的 现在用佛所教授我们的 清静法门 功德法门 智慧法门 熏悉我们的那些个 烦恼习气 构言 要知道这种因缘 什么是习气 什么是演员 要知道的因缘 知道的因缘 每个人心里所做的不同 咱们只看现象 有些人呐 因为自己心里想的 你们该不知道吧 心有所想 他面目 行动 表情 就告诉人家了 有智慧的人 一看他 他在现在想什么 知道 他心里所想的 他外头必要表现 表现在什么呢 身口意 你要看他的心 就看他面 他也不说 他自己还不见得 赶脚出来 假设你经常观察 观察 观察久了 你就知道了 这叫实的习性 我们讲实心吗 实心所有的习气 这样子 知道的心 他能够使文法发心 听到佛的教授的方法发心 拿这个作为因 这闻久了 随着的因 习性久了 就成了性了 这个不是真心那个性 不是性体那个性 这叫习种性 那个真心呢 叫性种性 习种性跟性种性 有差别的了 性种性是本具有的 习种性外边熏来的 那么自己的心 发心发心 发善心所 这叫因 慢慢的就习了善种性 在于是 于是佛法的 是文法 为的缘 这个因缘 随缘成了种性 这是善种性 这是善种性 有学乏的种性 自己知道 心里经常害什么毛病 自己知道 特别说假话 随便说什么都是假的 顺口就说出来了 这是假的 他自己知道是假的吧 他不会说真话的 对谁都不会说真话的 知道自己 健身物质都贪耐 总想具为己有 看这东西 心里耐 耐就想具为己有 这是贪 要治病 治到自己的病 来下药 这钱都讲了 所以懈怠种上 你给他说经济 他就经济了 这里头得加种种的 调育的方法 调育的方法 这人呢 说人啊 那调育 和贪欲心 荣猛的 那不是一天两天 就调育过来 你得说不尽管 他就停了 就慢慢的来 那么来 福在匹育的时候 说这么一个故事 过去国王 都说古老的印度 国王的车程 有的时候其实是象 不像我们中国就骑马的多 印度都骑象 国王坐到大象上 现在象 他发情的时候 他见到三连里头母象 这个象就不 追那个母象啊 就不过国王摔了 这象掉下了 国王就再被那个调育的相思 说你这没调育好 所以他把我摔了 相思跟国王表示 说这个我永远也调育不好 我没这种道德 我也没这种力量 我能让他死 我不能让他改变相 改变不贪 国王不信啊 他说我可以给国王表示一下子 他说那个铁球啊 把他烧红了 烧红了个铁球 他说我能使这个象 吞这个火球 我不能自知他的情奈 他发情啊 追求异性 国王不相信 他就当场实验 烧个那个火红的铁球 就相思就拿着这个铁球 夹着给那个象 那个象就掉下来 我说还是把这个吞了 把这火球吞了 吞下就死了 那当然是 那火球带他象 尝了一共 不尝都不骚乱死了 当时就死了 这国王非常惊议 他也给国王说法了 一些众生 你让他死了可以 当他贪欲心重了 你的改变办不到 所以你看 现在社会上 为情奈自杀的 很多啊 为什么 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 现在成性的 连他改经见 也得慢慢来 我学佛的人 懂得这个道理 要你自己下苦功夫 如荣猛心 经见心 断走 断一切贪真词 这种道理啊 就是佛所教 是我们的道理什么呢 说成道 一说都是多少节 多少生 为什么 说你这个贪欲 无始始来的 你的贪神之的根呢 很不容易断 咱们这上到 讲华经的 是对小乘 对二乘人 是批评的态度 而他不发大心 不救度众生 是这一点 但是断贪欲 菩萨是运祸 受生 跟二乘人 发 了生死的人 他要断 他不是运祸 断剑 断剑 断剑你不会再来人间了吗 再来人间 还得从生啊 受生啊 菩萨 他大乘菩萨 得修成掉的了 他立即众生 他无所畏惧 二乘人呢 他不发大心 他要立即众生 得受生 生生世世 得受生 一受生就迷了 他怕在这个迷的时候 不得多 发大心的菩萨 他不怕的 他没有这种恐怖 这大小就在心理上分别 法没什么大小 法是平等的 观苦 我们观苦 没有断这个苦 不受这个苦 而大菩萨 他看见苦 他愿意带众生受苦 他愿意带众生受苦 他愿意带众生 都能离苦 不是为自己求难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所以二乘大小之分 就在这儿 二乘人他看见苦 他断 苦是你因交感来的 只要苦了 断计 不交感 那得帮助众生 帮助众生也断计 那这个心他没有 要有这个心 就是大菩萨 大成菩萨 就在这一点 一个是为求求自己情境 怕麻烦 大道心的众生 他不怕麻烦 都要帮助一切众生解决问题 接下来得看了愿 你看那个 狄藏菩萨跟观世音菩萨发的愿 他不怕麻烦 众生有千百万亿愿 千百万亿事 你只要一念狄藏菩萨 念观世音菩萨 他帮你解决 因为他跟这个国度 这个世界的众生 有缘 有缘才能得动 无缘就难动 咱们经常说 发菩萨线 发菩的线 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不是一句话呀 让你实际去做去 求教你了 不厌烦 不厌烦 一回两回 菩萨 你害菩萨的话 你害了多少次 他不会厌恶你的 他们跟你有缘了 他一定度你 你得罪一百个善人 并不多 善人不会找你报复的 你得罪一个恶人 一个也不少了 他非要报复你不可 这常识入世观想 观想 观想呢 要使你这个心愿 行为 跟佛所教授的法 相合 相合就是 你能够听佛的教话 照佛所教话去做 我们 我们是因为 做起来的时候 很困难 做不到 心里他知道 很清楚 佛教授 应当怎么样 怎么做 你做不到的因缘 一种 你的所有的 对对机 机他有障碍呀 他有业障 你自己想行菩萨道 你也有障碍呀 你也做不到啊 不是 我想怎么样做 就能做得到 办不到 你想是回事 你做的时候 又是一回事 人家障碍出来了 障碍出来了 你做不到 也不止是我们 大菩萨 无缘难度 地藏菩萨本来是想把地狱众生都度出去的 办不到 办到了 地藏菩萨找成佛了 办不到就度吧 就度吧 说那个 你念地藏菩萨的第八品 严了王问佛 地藏菩萨那么大神通 那么大力量 怕着把这众生 刚度出去 离开地狱了 没好久又回来了 什么道理 业啊 业得自己消啊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童八宗 畅讲花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蟹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请 认识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至业 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喜认世尊 诗赐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不诗者亦得福 诗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诗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诗者 福目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不诗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 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共三十万三千零二十五场 不诗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直 海内外共一万两千三百一十一次 野马飞毛腿 富商约翰有两大爱好 狩猎和骑马 因此他每年都会来到大草原 因为只有在这里 他才能骑着骏马任意驰骑 老板 你在看什么呀 你看那里 好漂亮的一匹黑马呀 哦 你是说飞毛腿呀 它的名字叫飞毛腿吗 是啊 这匹马耐力非常好 跑得也特别快 所以我们就称呼它为飞毛腿 只可惜它是一匹野马 如果能骑着它 驰骋在草原上该多好啊 这匹马如果放在市场上卖 那一定会值不少钱吧 老板 那是一匹野马 不值钱的 野马怎么就不值钱了 它可是非常优秀的呀 在我们这里 不管多么优秀的野马 都没有多大价值的 因为要抓野马 本来就很困难 即便是逮住了 也只是个野家伙 不但毫无用处 而且还很有可能 将牧场里的驯马 一起带走 而驯马 一旦习惯了野外的生活 那可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没错 尤其是黑色的野马 那是最难驯服的 它们又凶又猛 我想一匹黑色的野马 要是有了爪子 估计连狮子都不值它的对手 所以我们这里 把野马看成是 一文不值的废物 而黑色的野马 更是糟糕十倍 是吗 我倒想看看 那匹飞毛腿 究竟有多么难以驯服 你们回去通知大家 我愿意出大价钱 收购那匹马 老板 你真的要买下飞毛腿啊 当然了 我就不相信 天底下还有驯服不了的野马 老板约翰 要高价收购飞毛腿的消息 很快便传开了 大家开始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草原 寻找捕抓飞毛腿的机会 以便可以借此时机 发一笔大财 你怎么还拿着枪啊 你难道打算用猎枪 来捕捉飞毛腿吗 当然了 飞毛腿跑得再快 也比不上子弹的速度吧 你不会是想把飞毛腿打死吧 那位老板可是要活的 你打死了他 可就没有赏金了 你知道什么 捕捉野马的办法 是有多种方式的 用枪打就是其中的一种 让子弹擦伤马的脖子 然后趁他昏迷的时候 将他抓住滚起来 也是一种 算了吧 我只见过非常多的野马 脖子被打伤 还从来没见过 有人用开枪的办法 逮住过野马 要想捕捉野马 还得靠套马锁才行 你们看 飞毛腿出现了 哈哈 他是我的了 就在骑手开枪的时候 另一位骑手 将他的枪 快速地抬了起来 枪砰的一声 朝天空打去 你干嘛将我的枪抬高啊 你这样会伤害到他的 你要是把他打死 或是打伤了 那他可就不值钱了 老板要的可是活的 不好 飞毛腿想要跑掉 我们快追上去 可恶的飞毛腿 跑得好快啊 如果刚刚不是 你将我的枪抬起 那现在 他已经昏倒在地了 少废话了 你如果把他打死 那我们可什么都得不到 快点追上他 只要抓住他 我们可就会有 很大的一笔赏金了 重骑手 看着那匹飞毛腿 很快消失在草原边际 我们如果不用枪 怎么可能抓到他 我们的马 根本追不上他的速度 要想抓住他 可真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啊 是啊 不过我们总是有机会的 下一次 一定不会让他跑掉的 然而 飞毛腿跑得实在太快了 即便是最优秀的驯马 也无法达到他的速度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还是没有人 能够将他捕获 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没能将 飞毛腿抓来啊 老板 那匹马 不但跑得快 而且还很狡猾 好多骑手 用尽了各种办法 都没办法抓住他 明天 把我那批闪电带来 我就不相信 那飞毛腿 还能跑过我的闪电 好的老板 明天 我把所有的骑手 都聚集在一起 大家团结一心 这样 才有更好的把握 抓住飞毛腿 你说的有道理 明天 将那些骑手安排好 让他们分散 在草原的各个地方 这样 才能让骑手的马 在每次追击的时候 都有足够的体力 老板 我正去安排那些骑手 明天一定将 飞毛腿给抓回来 没错 明天务必将 飞毛腿抓回来 怎么回事 今天我们走了这么久 竟然还没看到 飞毛腿啊 最近 大家都在围捕他 我想 他一定是对这片区域 心有余悸 所以 不敢跑到 这片地区来了 嗯 有可能的 那我们 再往草原深处找找看吧 是飞毛腿 太棒了 我们 快追上去 别让他跑掉 快追 飞毛腿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很快便将众人 甩得远远的 只有骑着闪电的约翰 紧跟其后 但总是相差那么几十米 无法追上 飞毛腿飞快地跑着 约翰 骑着闪电 紧追其后 他们很快 便从众人的视线里 消失了 不好 老板不见了 他一个人追逐着飞毛腿 可别出什么意外 我们赶快通知那些骑手们 让他们赶快聚集到这里 即使抓不到 也要保护老板的安全 对 我们必须赶过去 可不能让老板出现意外 闪电 加油 追上那个家伙 怎么搞的 闪电 快点呀 他这是在干什么 痛啊 好痛啊 约翰爬起来后 看了一眼 挡在地上的闪电 闪电的脑袋 在摔倒时 正撞在了一块石头上 血从他头上流了出来 约翰一下子 紧紧地搂住他的爱马 伤心地哭了起来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摔得这么严重啊 糟糕 对讲机也摔坏了 这下该如何呢 我该往哪里走啊 现在 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了 我竟然迷路了 你想干什么呢 你是让我跟着你走吗 飞毛腿虽然走得很慢 但他一直和约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不知走了多久 飞毛腿远远地看到 从对面跑来的骑手们 发出了一声大叫 快看 是飞毛腿 快抓住它 老板 老板 老板回来了 你们快照顾好老板 我们去追赶飞毛腿 老板 闪电呢 他摔得非常严重 躺在刚刚受伤的地方 啊 那我们等下再去救他回来 老板 那我们先上车休息一下吧 啊 车 是啊 你追着飞毛腿跑得那么远 我们怕你出意外 就联系了几辆越野车 一来为了找你 二来有了越野车 我们就能轻易地追上飞毛腿了 啊 你们 怎么能那样做呀 车会撞伤他的 老板 你不要担心 我们怎么会用车撞他呀 我们只不过是用车将他围困住 然后再用套马锁将他抓住 哦 越野车 你们挡住他的去路 前方几辆越野车 一加油门 快速地挡在了飞毛腿前方 飞毛腿一愣 急忙停了下来 然后转身想朝另一个方向跑去 这时候 重骑手立刻围了过来 飞毛腿 你今天休想跑掉 哈哈哈哈 看你这下要跑到哪里去 骑手将套马锁朝飞毛腿丢了过去 飞毛腿急忙躲开了套马锁 这时候 重骑手也纷纷地将套马锁朝他丢了过去 飞毛腿不停地躲闪 套住他的腿 我看被束缚住腿的飞毛腿 还能怎么跑 太棒了 我套住他了 哈哈 这下他插翅也难飞了 老板 我们抓住飞毛腿了 老板 虽然我们抓到了飞毛腿 不过要想驯服他更是困难的 怎么会这样 老板 飞毛腿真是难对付 你看 他已经声嘶力竭 有点支撑不住了 但还不放弃逃跑 约翰看着飞毛腿喘气时 喷出来的水汽 有一半是血沫 而他嘴边更是染了一层 又厚又带血 黑乎乎泡沫 哎 放他走吧 啊 老板 你说什么 我们可是费了好大力气 才抓住他的 放他走吧 捕捉他花费的费用 我会一分不少地付给你们的 哦 好吧 老板 你不是一直想得到他吗 怎么又将他放了呀 他是草原上的精灵 他善良 而且向往自由 没有什么能阻挡他对自由的追求 哪怕是死亡 如果失去自由 我相信他 一定也会结束自己生命的 因为我的贪念 害得连闪电也受了伤 快走吧 我们得赶快将闪电 带回去疗伤的